今年最熱的話題就是 年輕人當兵要當久一點點了 結果開始講說什麼 最廢訓練 什麼 最難忘的往事 你們這個年紀的一排 又在回憶沙 講點這邊 講不完 當然網路上面講的這個 我就講 最近以一個士兵來說 他當然會覺得說沒什麼意義 比如說 最廢第三名 叫做備送報告詞 例如單兵注意 注意 好 士兵這時候要開始附送 抬頭觀察 由左至右 由右至左 由近而遠 反覆觀察 你現在會覺得很好笑對不對 你會覺得很無聊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講 像這種訓練 基本上很簡單 他就是你在戰場上面的時候 你如果遇到敵前狀況不明的時候 你要確保周邊是安全的 你就簡單的做 左邊看看 右邊看看 前面看看 後面看 就這樣而已 可是他為了要讓你記得這些動作 他就把它寫成文字 結果很多人就講說 一天你背這個 幹我死了你知道嗎 太無聊了 我跟你講 甚至還有幹嘛 你知道 還要背送 背送完之後 還要默寫 這個才厲害 你知道嗎 你看老兵 一句話突破盲腸 開戰 你就秒死了 我現在給Cue一個畫面給你看 我跟你講 保證你會覺得說 好有趣啊 不是好廢就對了 看一下看一下 請班長 請我力掩護我 好 我力掩護你 請您給我力掩護我 好 我力掩護你 真的會這樣嗎 那tempo有夠慢 而且其實你這樣看 他不只在講 他其實有動作 對 所以他其實有動作在那裡做 所以他其實是兩個相輔相成 但是我也必須講 因為到最後的時候就有一點變成怎樣 你知道 就有點吹毛球吃了 要求你什麼都要背 動作跟著做 所以就變成這樣有氣無力了 沒怪人說開戰就馬上秒死了 第二個 最廢的第二名是什麼 你知道 我跟你講 這個其實是很多人不願意做 所以把它當成很廢 叫做戰術行軍 或是太疲了 很簡單 什麼叫戰術行軍 你知道 就是今天基本上 你單兵應該負責什麼 你就給我背著什麼在身上 步槍兵你都帶著步槍 然後還有背包 另外水壺要裝滿水 那這個鋼盔帶著 現在還要帶防袋 有的還要穿防袋背信 你就開始行軍 所以有些人就覺得說 這有什麼難的 只摸到一個東西 走路走到那裡 哪有什麼技術可言 你走走看 我跟你講真的很累 你知道嗎 像我當時的時候 因為小弟服役的時候 在陸戰隊的砲兵 我們走的距離比較少 大概六到十二公里 因為長官說 如果砲兵走這麼長的時間 還找不到車子 大概也沒什麼戰力 但是步兵要走二十四公里 你知道嗎 我真的講 這個東西不要覺得它很廢 為什麼 像現在很多人都講說 我們不是要去打赤針飛彈 打標槍飛彈嗎 你知道這個 那個一個飛彈多重 你知道嗎 二十二點五公斤 你去摸看看 你要這樣走 我跟你講你會非常非常累 所以這個就是平時的訓練 你就把它當成負重訓練 最廢的第一名 老實講 這個我覺得我可以接受 要寫大兵日記 什麼叫大兵日記 就是你每天 每週 寫這個不費力 不費力 但是你要把你軍旅生涯 比如說這個禮拜 你遇到什麼事情 寫到那邊 而且還要轉成給上面 班長看完之後 服務長看 服務長看完之後 有時候連長還幫忙看一下 這一次其實在兵役的 這個改革裡面 當然有分成所謂的救治跟新治 在救治的部分 其實目前是服役四個月 按照在新訓裡面 是打把八十發 然後現在講說 因為到新治 我們要改成這個比照美軍的方式 要變成實彈射擊八百發 這個我其實贊成 為什麼 因為有很多人 其實到部隊去玩了之後 幾乎沒什麼機會打把 除非像陸戰隊叫做射擊管道的訓練 你除非下基地才有可能再去打 不然一般其實沒有 那你讓他實戰化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贊成 再來就是說刺槍術 基本刺槍術完了之後 讓他接近所謂的近戰格鬥 我覺得這個也OK 如果你覺得前面的這些東西 很廢的話 我可以跟你保證 一個正常人要扛二十二公斤多的東西 你去走走兩公里看看 我保證很多人走到腿軟 所以我們如何讓這些所謂的 義務役跟志願役 能夠在這一次的 這個所謂的兵役的改革裡面 把它重新調整過來 我覺得很重要 好 我們目前現在看起來 國軍整體的狀況來說 會不會拆成四個單位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像大家都會講說 戰爭到最後期的時候 戰力保存 你覺得要保存是志願役的 還是保存衣物役的 當然要保存志願役 因為最後有反攻有戰力的 是側拼役的 你不可能在第一時間 就把你最有戰力的頭都打進去 你怎麼讓志願役去當炮灰 你還要是志願役 所以我就講 這是他必須要把所有的這個規劃 規劃得非常非常清楚 不要讓人家像有主持人這種 不小心有個誤解說 我當兵去當炮灰 我跟你講那個誤解 就會變得非常非常大 非理你就知道我認識的軍人不多了 請從我們這邊拿到正確知識好不好 我不知道連尼斯應該高興還難過 他的兩孩子已經當過兵中 接下來那個孩子已經正在當兵中 所以都是服四個月的 對 然後你們來不及趕上那個一年的了 沒有 我小兒子是禮拜四才去的 然後禮拜四那天新聞就報什麼 金六節大停水 沒有熱水可以洗澡 他就在金六節 他們那一批很多人 臺北士兵 天氣又那麼冷 對 很多家長就打電話去抗議 我是沒有在偷小事後 操你假的 沒有跟你操解了 我現在講為什麼 我送我兒子去 他現在都在那個水源快速道路底 那邊集合 那個兵役中心在那邊集合 然後遊覽車再去金六節 然後我兒子一上車 就是幹嘛 就要滑手機 然後一下子在那邊哭 然後一下子在那邊笑 幹嘛 現在當兵大家最怕 追劇是不是 不是 分手槽 怕兵變 四個月 四個月就怕兵變 所以現在講說改成一年 大家哀哀叫 那一年還得了 可能有人當兵變好幾次 好啦 然後四個禮拜 所以你說你的兒子邊哭邊笑 是因為跟女朋友視訊 是不是 對 在那邊傳簡訊 現在他們就是用手機 好啦 然後結果連四個禮拜 以前我們是當兵的時候 就看到火車站 到那邊依依不捨 然後在那邊 kiss 拜 抱在一起 四個禮拜我真的就在那個門口 就看到好幾對在抱著那邊哭 四個禮拜然後不是去 還馬上就要過年 還可以放年假回來 所以他們這個冬天當兵 其實蠻爽的 你是不是覺得很搖頭 好 這個不夠扯 我那個二兒子跟我講最扯的 他說他進去第一個禮拜 手機都不能用 因為現在的小朋友太依賴手機了 包括跟女朋友跟誰幹嘛 每天就敲敲敲敲敲 上班也是一樣啊 做沒十分鐘二十分鐘又拿來敲一下 沒有手機就會死掉 這是第一個對不對 他說才進去第一天而已 當天的晚上 就聽到很多人躲在棉被上 棉被裡面哭 你沒辦法想像吧 我們那時候當兵 也有人躲在棉被窟 然後那天的晚上我還記得 連的中山寺啊 全部都是什麼衣服啊 這幹嘛要分裝備嘛 對不對 然後已經到五點 說要吃飯了啊 哇 天上下雨 我們的餐盤 我們就拿小板凳 一個人一個小板凳當桌子 再連集合場 然後呢餐盤 然後天上下雨 餐盤打出來菜裡面 全部都是雨水 是淚還是雨 不是 當然都是雨 然後呢 那一碗白飯裡面才是淚 所以呢真的 那一天晚上真的好多人就在哭 可是我覺得現在並沒有這麼誇張 你知道嗎 好啦 那我現在講了 就是說他們四個禮拜 其實前面抄你抄一個禮拜之後呢 這個國軍 因為招募招兵很困難 然後他們就會從這個時候呢 開始就略施小技 你知道 那個他們就開始先抄 就威嚇你啊 幹嘛就覺得 哇 他們也好辛苦 來 我跟你講 活不過四個月了 活不過去了 那時候才一個多禮拜 就開始 一個多禮拜開始就洗你了 我就跟你講說 欸 你只要簽下去 重新簽下去以後呢 你就跟我們這些在抄你的班長一樣 你就是我們的學弟 你呢就是未來的這個四官軍官 先放榮譽駕 對 先放榮譽駕 一個禮拜 你就不用在那邊 這邊抄得跟狗一樣 逼直小哥哥厲害的 對 然後呢 如果你真的覺得OK的話 真的喔 暫時對你抄的部分呢 就不會那麼的緊 然後呢 最後呢 這個班長會陪你回家 然後呢這個簽這個父母的同意書 簽完了以後呢 你就可以安心的放假 所以你之前兩個兒子當兵的時候 都有被這樣洗過 有 這所以呢 一種募兵的手段 真的 班長都來我家 我說不行欸 我們家 這個兒子 你兩個兒子都被洗了 都帶著班長要到你家 要你簽同意書了 真的 你兩個兒子怎麼這樣撐不住 不是撐不住啊 都被洗腦 我覺得他們很厲害 就覺得 報效國家是很光榮的 對 然後他跟你講 因為一簽下去 就當四年對不對 然後四年呢 你吃國家的 住國家的 我跟你講 你就可以存一百萬 然後呢 出了社會 四年之後 你就有一筆創業金 你想要幹嘛 就開小那個 泡沫茶店 手搖 飲料店 有錢了 所以他們一簽下去 一個月變多少錢 以前的話是 如果你簽下去 你就是職業軍人 就是兩萬多起跳了 現在在講的這個 後來你有簽 你兩個兒子 當職業軍人嗎 沒有 當然不同意啊 等於他們洗成功 兒子老爸沒洗到 我家業就失傳了 就不行了 好 那我現在講這個小兒子 他們真的 他們這一代 有太依賴手機了 然後呢 進到部隊裡面 這個現在就是 我們這些爸媽最擔心的 就是他沒有辦法適應 那個裡面的生活 所以呢 四個禮拜 居然我兒子跟我講 這裡面也有人跳樓自殺 金六節的營區不高 只有二樓 二樓跳還不會死 你知道 我就不知道在跳什麼意思 所以真的受不了 其實就受不了那樣的方式 因為現在其實爸媽太疼小孩 所以導致以後呢 他們進去以後呢 但是我覺得結論就是 去了以後 你真的過那樣的生活 回來 我們這些爸媽會比較好教 對不對 對 可以讓他吃點苦頭 憲哥昨天就有講啦 憲哥說 他一個親戚 好了 你可以進來 你說你的親戚 去作邊做作的 外孝項 對不對 回來都會叫他媽媽 你跟他叫他媽媽 在怕就 到後面說太怕 回家第一件事先折棉被 對 你回家第一件事折棉被 很多都會這樣 走路轉彎會轉直角 是不是 我放假回去洗衣服 放假回去洗內衣褲洗衣服 被我媽媽 你幹什麼 而且早上起床折好棉被之後 還要先叫爸爸媽媽來看 說你管我們進一杯 有效期限半年 半年後會被打回原型 我中心出來 去我朋友家 那一餐吃了八碗飯 外面的飯跟菜太好吃了 八碗耶 真的八碗 吃到沒飯到